台湾人也非常喜欢买日本的零食杂货 所以日本的卖场在台湾是一家接着一家开 最近又有知名的日本超市在台湾来展店 主打超大盘的千元和牛 还有巨无霸的草莓 主打让台湾人不用飞出国就可以买得到 而另外还有一家也快闪的来进驻百货 要大抢春节菜 日式炒面淋上美乃滋的章鱼烧 超大片可乐饼炸猪排 还有超多日式祭典小吃 看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 另一边看过去还有现做撒西米 日本便当排队人潮根本没停过 更别提最特别的是 冷冷的天就是要吃锅 看看这盘和牛盘比我的脸还要大 而且油花分布非常均匀 最重要的是它是日本空运来台 所以成为超市最热卖商品 要加千元和牛还是很夯 另外还有超大颗巨无霸草莓 一颗要价两百元 还有去日本旅游必吃的水果三明治 日本超市就是看准台湾人超哈日 首次插起新北市购物中心 要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就买得到 我是知道这边是日本超市才来买的 因为我要做章鱼烧 所以我买章鱼烧粉 我觉得还蛮豪广的 还有比较偏生活化超市的部分 这个会流行 因为我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日本日式的 从开幕到现在每天平均超过2000人 也预期春节期间 业绩有望提升一到两成 那整个业绩有都两成以上的一个成长 以目前我们跟品牌这边的期待 都是年度能够破亿以上 鲑鱼满鱼放上特制红醋饭 关系最夯的香寿司则是另一家日本连锁超市主打 同样都是琳琅满目的日式原汁原味 短短两年大展三间店 看准台湾人荷包 来自金刚的超市也在百货公司开快闪电 华丽春节包装富士山清酒 一天一燕额就可以破10万 打出台湾买不到日本才有的独家销售策略 要抢功哈日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